每年有數以百計的病人經過美國邊境 去到墨西哥一間專用養份療法的醫院 叫做聖達蒙尼卡醫院 而這間醫院的院長Dr. Donsport 更是世界知名的養份療法專家 以下是其中兩個在這間醫院的醫療指導下 被醫好的病人 我名叫做蓮比 在1985年被診斷幻想,何傑今次病 我接受傳統輻射性化療 在86至88年間 而當時我正預備接受骨髓移植手術 他們不能為我做這個手術 因為我實在太虛弱 他們說我只是大約有一年的壽命 我於是乎來到聖達蒙尼卡醫院 在88年8月,應該是88年9月 我逗留了三個禮拜 我回到家裡繼續我的療程 而現在我再次回到這裡覆診10天 在去年9月 我回到工作崗位做全時間工作 我的工作是蛋糕加工 而在家裡我要全時間的料理加務 再加上製造蛋糕 可以算是整天工作 我現在是十分健康 在18年之前,我曾經幻想這個前二線癌 而且做過手術 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但在8至10年之後,再次復發 我嘗試去找一塊可以幫助到我的地方 而我在墨西哥終於找到了 在我來的時候,我還是坐輪椅的 而且有三個月時間一直都是床上高 當我接受了22天的治療之後 我可以走路了 在六個月之後,我再回來檢查 一切都非常之好 我不是很老 我現在是79歲 我現在很好 我現在在這裡接受了很多其他這些治療 但仍然對我有很大的益處 Dr. Richard J. Maas 他是牛津大學碩士、外科學士、醫學士 醫學博士、優吉爾院士和王家家庭醫學院士 他從西醫背景到接觸養份療法之後 他發現養份療法的科學性和重要性 當我們訪問他的時候 他就說了一個用口服雙釀水和個氧化美 而得醫治的個案 在我實際應用方面 其實他對一些退化性的疾病 過敏性的疾病 以及一些癌症的疾病 得到很大的果效 特別在一些退化性疾病範疇裏 我們開始應用一些患有慢性關節的病人身上 而我們得到很稀奇性的效果 我記得有一位很特別的病人 他患了一種非常嚴重的關節炎 而因為這個病使得他殘廢 而導致他不能離開座位 而當他服用過過氧化美 即是雙釀水、過氧化美 六個星期之後 而他經歷到他的關節回復活動的狀態 而他的痛楚程度 也開始得到舒緩 他患了一種骨同骨串連的疾病 而是一種混合性的關節公疾病 他不單只是風疾病 只是那麼簡單 而且是帶有惡性的風疾病狀 而我們發現他的手指關節 事實上是輕微的變直 而這件事使得我們難以置信 這位阿賢已經在加拿大住了六年了 最近由他一位回基督教石安報道會的基督徒朋友 介紹他用雙釀水 而他發覺雙釀水的療效是很快 甚至醫好了一個困擾了他多年的疾病 我想就是試一下 因為我有些皮膚病 還有我剛好那時候開始有花粉症 我近時在英國住了五年 然後回到香港 然後在這裡住了六年 都完全沒事的 我還經常是小朋友 你這麼差 又會流鼻水 但是今年剛好輪到自己了 初初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花粉症 以為自己是傷風 但是醫生說你鼻敏感 給我一些藥和噴鼻 我覺得很麻煩 還有我困擾了很久的皮膚病 濕疹 牛皮癡 醫治到我也有六七年 八年都有 香港也醫治 這裡也醫治 看專科 有藥查就OK 沒藥查也不行 而且藥是很油性的 很不方便 查幾次 有時候公司也查不到 變成醫治一下也不醫了 所以就有了 後來用了雙氧水 發覺那個療效很快 和很大 我又試過浸 用3%滴傷口 兼喝 我覺得療效很快 那譬如你花粉症用了多久的時間 用了雙氧水多久 然後醫好了 譬如你有皮膚病 用了多久的時間 花粉症 可能我淺了 我兩天便沒事了 有三天 對 皮膚病那裏 大概是四個星期左右 那我就可以叫做 好回九成 還有一成就是什麼 那些療療 不知道好不可以回 在銅鑼灣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裏面 擺放了很多有關醫療的單張 其中一張 就是記載了一個藉著 口服雙氧水 而得醫治的病例 而這個是一個比較出名的個案 因為這位的主角 不是一般的病人 我也聽過 全世界第一個換心手術的醫生 Cristian Barnard 班納德醫生 他是一個南非的手術醫生 原來他在後期 他開始有關節炎 這種關節炎 令他沒辦法再做開刀的手術 他有一段時間 就在美國 住在美國 做美國的 有些心臟中心的顧問醫生 他亦都在無意中 聽到這種傷水的療法 亦都是從WaterGross那裡聽到 WaterGross 於是寄了一大堆資料給他 關於傷水的好處 為何有用 班納德醫生看了之後 就覺得很有興趣 於是叫WaterGross 不如你寄一些傷水給我用 WaterGross 寄了一些傷水給他之後 他開始用 初初用 有些不舒服的感覺 有些不舒服的感覺 但WaterGross 基本上叫他堅持下去 這些是會過的 一個小的手術副作用 很快會過的 果然沒多久 班納德醫生的關節炎 就完全消失了